夏日芒果期 口感的話會更加的溫馴 你吃起來比較不會四天 那不是我在製框 這真的很好吃 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MAX料理有撇步 炎炎夏日 讓我來教大家 這一道 夏日芒果期 現在我們剛好是一個 脫爪牙的一個季節啊 金黃啦 艾文啊 或者是原本的土芒果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一個爪牙期喔 首先買到一個好的爪牙期 削皮丸呢 去直 這個內膜呢 看個人 除非你的內膜 是已經稍微熟一點點 比較硬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它會妨礙你的口感呢 那我們就把內膜取掉 沒關係 好了之後呢 非常的簡單 把它切成片狀 好 纖維比較粗的部分 當然我們就不吃 好 所以我們就是先看 我們切不切得下去 切好的 芒果期呢 想makeup 第一個要教你們喔 糖喔 不是鹽 總糖量的480克的糖 我們先抓100克起來 隨意的醃到我們爪牙期裡面 稍微拌一下 放到冰箱醃一碗 我們看一下我昨天醃的半成品 噗 好來 這個就是我們醃一碗的爪牙期 做法呢 比較特別一點點 最後比較不喜歡說 我們用鹽醃完之後呢 那我們還要再去洗啊 有時候會麻煩 因為多一個步驟呢 它的生菌素或者是麻煩度都會增加 醃到怎麼樣 就是原本很硬的這個 醃到這樣子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涉水過濾起來 第二步呢 我們來煮濃糖水 我們使用320克的水 加入380克的糖 把它做成一個濃糖水喔 它甜度比較高喔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煮的方式 讓它融化 因為它的糖的濃度比較高 我們待會把它放在冷凍裡面的時候呢 它才會有點像冰沙那樣子的狀態 才會更好吃 然後不要用紅糖喔 我們如果要喜歡芒果味強力一點 我們就用白糖 來 煮到你看不到糖力為止 這樣子就好囉 就等它放涼 我們的糖水已經冷了之後呢 就把我們的一開始 用糖軟化的爪牙期 放下來 加入糖水 兩顆化煤 再來第二個小美感 雪碧 如果萬一你醃得不夠徹底的時候呢 還能夠幫助它軟化 並且替我們的酸壓器 增加一個不同的香氣 稍微拌均勻 然後我們再冰一碗 好 我們冰過一碗呢 等它整個完全已經入味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裝袋 糖水也要一起下囉 濃糖水在這個時候 它結冰會比較快 然後會有點刷刷的那個感覺 所以糖水不可以少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冰冷凍 它冰冷凍的保存期呢 可以到半年 你要吃的時候呢 再拿出來稍微搓搓搓 它馬上就變成冰沙囉 那我們接下來冷凍一碗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因為它是濃糖水 所以它不會馬上變成那種 硬塊的碎冰 然後會有點像這樣子 冰沙這樣子 對 我們就稍微的搓一搓 很香 嗯 很香 它那個雪碧跟糖水的味道結合在一起喔 會讓我們的酸壓器更好吃 這樣就完成啦 我們來試吃一下下 一定要連著碎冰一起吃 別吃 喔 真的 嗯 那不是我在自誇 這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在醃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 其實我們用鹽醃 我們一定要再熄鍋一次 所以用糖就可以省去這個步驟 糖水裡面加雪碧的話呢 口感的話會更加的溫馴一點點 吃起來比較不會死甜喔 可以幫助我們的酸壓器更快的入味 好 今天的美感你有沒有學到 希望你們喜歡 掰掰 掰掰 有時候我會喝它來解肯 因為蠻好喝的 因為蠻好喝的 哇 好喝耶 三缸甜耶 真的沒有騙你們 你們是覺得我很像在騙你們 你們是覺得我很像在騙你們